大家好,我是Tammy今天来跟你说说甲状腺结结有这种现象,要立即治疗。 你别太晚知道。 吧。 让我们来看看。 甲状腺是体非常重要的腺体,形似蝴蝶,位于喉下部气管上部的前侧,吞咽时可随喉部上下移动,它的主要功能是合成甲状腺激素,调节肌体代谢。 很多在体检的时候会被告知有甲状腺结结。 一听到甲状腺结结,很多就开始惊恐了,结结。 是不是有肿瘤的可能? 或者有发展为肿瘤的可能? 那么,体检查出甲状腺结结,就是摊上大事了吗? 甲状腺结结都会恶变吗? 和大小位置有关甲状腺结结是临床很常见的一种情况,可以为单发,也可以为多发,当甲状腺结只是很小,或者没有造成症状时,很多可能根本就不知道自己有甲状腺结结,也还有一些结结会长大到手能轻易触控到或肉眼就能看到的程度。 对于甲状腺结结,我们最关心的一个问题就是结结会不会发生对健康造成威胁。 一般来说,结结会不会影响健康,跟甲状腺结结的大小、位置、质地、功能等密切相关,通常结结越大,生长速度越快,恶变的可能性就越大。 良性甲状腺结结一般无需治疗,但要注意随访复查如果结结未多发,直径小于一公分,超生检查时报告单上有高回升,粗大概化,结结周边有丰富血流讯号等字眼。 血清甲状腺结功能指标又是在正常范围,而且自己也没有任何不适症状,则不必太过于恐慌,因为这种结结未良性的可能性是比较大的。 对于大多数良性结结患者来说,结结不会对健康和生命带来危害,可以不予以治疗,但要注意定期随访复查,一般来说,每半年到一年需要复查一次甲状腺超生,血清甲状腺功能指标,以便及时监测病情的发展和变化。 甲状腺结结结这几种情况需警惕恶变甲状腺结结哪些情况可能会恶变? 罗主任表示,如果结结的直径已经超过了一公分,就该引起重视了,一旦超生检查结果又提示低回升,为小概化或边缘不规则等有恶性倾向的可能性时,就更要提高警惕了。 另外,由于单发甲状腺结结恶变的发生率较高,所以当超生发现甲状腺结结仅为单个时,也该提高警惕,必要时最好能进行穿刺检查,以明确结结的性质。 良性结结出现二种情况也需治疗除了具有恶变倾向的甲状腺结结需要提高警惕外,还有一些甲状腺结结,它虽然是良性的腺流,但却会分泌甲状腺素。 当原本分泌受控制的甲状腺激素,多了一个不受控制的腺流来分泌,就会打破原有的内分泌平衡,当这种内分泌系统的平衡被打破时,就有可能会出现甲抗,表现为体重下降,怕热,心率过快或心率不齐,手痘等症状。 有些女性在甲状腺功能抗静后,还可出现月经不正常,甚至停经,不易怀孕等。 此外,也还有些甲状腺结结长大到已经压迫到气管而造成气管移位或弯曲,进而导致呼吸困难。 像这些结结,即便为良性结结,也是应该要给予治疗的。 最后提醒大家,压力大,情绪波动,抑郁,抑郁得更容易出现甲状腺问题,所以,当发现有甲状腺结结时,不要过于纠结,更不要整天活在担惊受怕的恐惧中,应该要注意调整自己的作息,尽量不熬夜,学会释放压力,保持平和的心态。 看完今天的文章之后,大家是不是有什么想法呢? 请大家分享出去吧! 请大家分享出去吧!